其實演唱會有這種東西 有很多很多的 比方說演員或不常唱歌的人 如果他們要上去表演的話 他們真的會很緊張 像我看就是阿妹啊 他在上面表演 就是很放鬆 然後情歌大家聽了都很投入 然後嗨歌大家也跟著一起嗨 你知道這一次跨年啊 陳婷妮還有胡宇薇會一起合作一首歌曲 哎呦喂啊 然後我跟你講合作就算囉 陳婷妮從頭到尾每天看到我就說 我好緊張 嗨 但是你有跟他講說你就是叫他放心嗎 我叫他放心啊 因為他這樣子如果說不 其實不管怎麼樣他要努力的話 大家都已經看得到 真的 而且我說演員嘛 就是如果你唱不好 大家是可以原諒你 你又不是專業的歌手 而且你看那個陳柏林 你這樣講沒有安慰到他耶 陳柏林唱得這麼開心 你到底會不會安慰人啊 你到底是會不會安慰人啊 你陳柏林不會在乎的啊 你會不會講話啊 你會不會發起了 嘿 開什麼玩笑 好啦 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只要有努力 大家都大家都已經看得到我 而且我跟你講 你知道表演是用來幹嘛的嗎 幹嘛 表演是用來出邪的 但是我跟你講 但是這句話講 講完上文不能不講下文 表演是用來出邪的 然後但是 練習是用來完美的 哎唷 哪裡聽到的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就是你練習100分嘛 然後你一定要100分 然後表演 因為一定狀況很多 然後或是什麼 你一定是用來扣分 只是譬如說如果你練習到100分 那表演會扣50分 你還有80分嘛 但你練習之後練習到60分 你再扣50分 你剩40分了耶 很成立耶 而且練習真的很重要 所以大家會看得努力的 不要緊張好不好 我每天都在出錯 我的人生就是個錯誤 我現在還在這邊的人生這個錯誤 也太誇張了吧 我媽媽說我生出來 幫你生出來要幹什麼的 我希望我媽是看到這集 都可以打個電話給我一下 是你媽媽對不起 完全於樂 咱們明天見 I need a talk I need a talk I need a talk